小时候有一款游戏特别的丰富 当时叫做敬略团 当时我喜欢那款游戏 然后喜欢到什么程度 就是自己会去钻研这种 掉下来的东西是怎么制作的 然后去参加很多论坛的 用听这种普遍的编辑师 无私地去制作这些东西 就是进入半决赛的一场 B.O.5的比赛 很精彩 这是第一局 像英雄联盟这种模式吧 就像是看球赛一样 就算你自己不玩 你会看到每一届的这个世界比赛 都会把你的这个情绪带动起来 你就像一个球迷一样的在去看 它会带给你很多动态 不过打不过 上级两边反正出一段Q位 是的 因为这边出的装备就是一个单打打坦克的装备 就是一个难受的点 然后再打开 当时又打回来 然后再拉回去 然后继续再做一个风车的伤害 就是中国队赢了 然后第三局 前期 比赛的前期 中国队有巨大的优势 但是中期 因为中国队 中国队自己浪 打得太浪了 然后把优势全部葬送了 之后呢 第三局 就是 Fonetic赢了 那么现在是第四局 然后前期的话 又有一些烈士 中国队 所以说呢 就比较的精彩 游戏已经成为我生活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它是我生活组成 很重要的一块 玩游戏的时候 我是处于一种 完完全全可以让自己抽离出来的状态 什么都不想 让自己完完全全的融入在游戏当中 我觉得这种状态 是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我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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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太知道 必盡要我不 niye 兀的女人 我要 ARE 我不喜歡 原來 他 没有 自杀了 偶尔会觉得游戏里面的一些现象 其实是能体现生活的一种道理 中国队的韧性就是强 我觉得刚才那一局 输入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浪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就 间接地体现了我们 平时生活中的一种心理状 就是当自己顺风顺水的时候 一定还是要 你一颗平常心去面对 你如果真的很 玩开了很浪漫 那其实下一秒等待你就是失败 人吧还是要有安排 要有计划 不能说随心所欲 可能你现在的生活比较优越 比较好 但是你一定要想象 当你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该怎么办 或者说你怎么样去让自己更好 不活在别人的眼目和口舌之中 不服 那我们就召唤式峡谷约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罗云熙 只要关注摩西先生的云罗集 转发并评论本条微博的话 我在日本新手为大家挑选的礼物 就等着你哦 我以为你帮忙 离忍 JON 我给你帮助i 优先帮助